一百年前的今天是所有加拿大华人必须铭记的一天 一百年前的今天 加拿大通过了令华人蒙修的排华法案 使华人成为加拿大历史上唯一一个禁止入境的主义 这段词录的历史持续了二十四年 在一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呼吁大家反思这段令人痛心的时期 且思考为建设一个更加包容平等的加拿大而努力 绝不允许盘华历史在加拿大重演 不公平的法案希望再通过这一次的机会 让我们反思 同时也希望从此以后 加拿大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公平 包容多元文化的社会 Hello, my name is Teresa Ward MLA for Richmond North Centre 100 years ago the enactment of the 1923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in Canada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darkest period in Chinese-Canadian history This painful chapter saw discrimination marginalisation and the exclusion of those of Chinese descent from our nation It is crucial that we not only acknowledge this stark history but also work tirelessly to build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ggles and hardships enjoyed by the Chinese-Canadian community We must remember the sacrifices made by those before us and the resilience they demonstrated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My warmest thanks to United Global Chinese Women's Association of Canada Canada, Jiangsu Overseas Federation Society and President Su for organizing this event and may this occasion serve as a catalyst for dialogue,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as we move forward 大家好 我是荔枝雯北中上区神院区者兵 Teresa Ward 100年前 也就是1923年 当时的加拿大政府通过的《华人移民法》 标志着加拿大华裔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的到来 在这一痛苦的历史阶段 华裔社区饱受歧视 并被边缘化 甚至被排除在国家之外 至关重要的是 对于加拿大历史上这段最黑暗的时期 我们现在不仅要反思历史和承认错误 更要不遗余力地 让后人免怀过去和明智这段历史 老子怀疑仙草在历境中所表现出来的 坚韧不拔和为此所做出的牺牲 重新感谢加拿大华人妇女联合会 加拿大张苏华人联合总会 以及会长徐宁女士组织了这次的活动 并一起为契机来推动沟通交流 理解和进步 并引领我们不断的前进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白美妇女联合总会 加拿大江苏华人联合总会会长 玛丽亚徐 2023年6月24日 加拿大首都沃泰华国会山庄 将出现一场全加拿大华人的超大型聚会 来自全家的数千名华人将聚集在国会山广场 并发出心底共同的吼声 勿往百年前的加拿大排华法案 正如加拿大联邦参议员胡子修 胡元豹所说 这个持续了24年 直到1947年才被废除的恶法 是加拿大历史上唯一一个 针对某一国家的国民 颁布的歧视性入境禁令 这是加拿大历史污点 是加拿大这个国家的耻辱 在此加拿大江苏华人联合总会 白美妇女联合总会 共同联合发出呼吁 我们必须勿忘这段历史 提醒我们大家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因为它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和教训的源泉 只有通过铭记历史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珍惜 我们所拥有的平等 包容和多元的社会价值观 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一个对所有人都友好和尊重的加拿大 一个更加多元文化和包容的国家 请有知知识 积极加入排华法案 百年反思全国行动 参加2023年6月24日国会山聚会 记得6月24号 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你的到来 给我们摇命 Guard一也 从眼中 版本主要有常独制上rie 我跟你看这词 支持你 您们udding responded